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持人曾国成凭借节目一字千金 拿下第58届金钟奖 一致及实境节目主持人奖 不过对手节目综艺完很大的主持人吴宗憲 在后台受访时嘲讽对方 做的节目很轻松 对此曾国成出席庆功宴时正面回应表示 一致跟实境是两件事 本来就不应该在同一类 不知道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做评比 曾国成认为和万很大相比 一字千金的录制过程确实比较轻松 但制作团队能把枯燥的文字变得有趣 吸引人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至于会不会不服气献哥的评价 他则表示两档节目本来就是不同的东西 没有什么好不服气的 此外曾国成自曝主持9年 至今没有调涨薪水 每集的制作费约30到40万 因此只能在有限的资金内 一年一年慢慢提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